跟在2014年NBA選擇的第一次選擇 Cleveland Cavaliers選擇 Andrew Wiggins 從Toronto 和Kansas University 真的是千屋萬喚洗出來 眾所矚目的2014年NBA選手會 新科眾員狼終於出爐了 身高六尺八尺 體能勁爆 籃球天部媲美小皇帝 拉布朗堅持了堪薩斯大學後衛 Andrew Wiggins 最後是脫穎而出 成為2014黃金T的狀元 而這也是騎士隊季去年的 Ansonin Bennett之後 連續兩年都是由加拿大籍的球員 摘下選秀狀元 而現年19歲的Wiggins難掩興奮 幾乎這一切好像在做夢 現在去高校和高校 去高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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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而就在Wiggins成為新科狀元之後 第二順位的米爾爾軍公路隊 毫不猶豫的 米爾爾軍公路隊 因為狀元大熱門 納入麾下 杜克大學的前鋒 Jabari Parker 並認為是今天的選手會 球技與心理數值 都已經具備挑戰NBA的極戰力 能夠被距離老家芝加哥 一個半小時車程的米爾爾爾基 給挑中 帕克在記者會上直接挑明 希望職業生涯 能夠一直待在公路 至於原本也是狀元人選 卻在選秀前衣中意外受傷的 堪薩斯大學中鋒Joy & B 似乎並沒有嚇到費城七六人 很快用手中的炭花籤選技 然而手術復原中 人沒到現場的NBA似乎 也有些受寵若驚 搖斯蒂選秀三巨頭就定位 接下來的發展 還得看個人的造化與努力了 我來提訊問小金黨 網的心綜合不倒 好 好 好